日前,在甘肃天水市秦州区境内的天水谷城里,90后手工艺人张兆杰,承袭祖辈竹编手艺,将茶杯大小的竹编暖瓶,笔筒大小的备楼等打造成私人定制的竹编手工艺品,并将其通过互联网和实体店销往全国。 19年,差不多到三四十万左右,它主要是在经济来源上面。 从农耕文化必不可少的生产工具,到近年被置于博物馆作为承载相仇的老物件,陪伴中国劳动人民数千年生产生活的传统农具。 在快要淡出人们事业之时,张兆杰却以微缩创意探索恢复其实用价值,成为现代生活中的稀罕物。 就是说好多人的印象当中,竹编产自于南方,然后好多人不相信我们北方也有好的竹编,所以说是最后发现我们自己有一个工厂,而且这个我自己在做。 近年来,张兆杰和祖辈一起将竹罗、竹筛、竹篮、竹扫帚、备篓、柏脊、竹粮仓等原本粗糙笨重的竹编农具,转型为四十多种金小玲珑、纯手工制作的新型城市容器。 居家工艺品等,这种能带回家的相酬,不仅传承了农耕文化,也为日益萧条的传统竹编产业,探出了一条新出路,增加了当地农户农贤时的收入。 张兆杰表示,年轻人不愿意学习继承竹编技艺,这一传统技艺出现了青黄不接的局面,尚在坚持的只有为数不多的中老年人,张兆杰的祖辈、父辈即是其中坚守者。 张兆杰介绍,如今他除了在实体店进行竹编编制外,还会抽空通过网络进行农耕文化的直播讲解。 网友也喜欢,希望竹编创意作品能有更多个性化的潮流范儿,但是目前他自己发愁的不是市场,而是供应问题。 他们都喜欢的,但是就是说我们这边上面,就是产量上面现在还增加不上去。 最后张兆杰表示,他希望能把离开的竹编手艺人逐渐吸引回来,解决此难题。